哈囉 表里妹 實質就是我心中愛不釋手 地位崇高 但卻非常便宜的平價刷具 那其實這一集是下集 那上一集在這 上一集是一年前錄的 那為什麼會隔這麼久才錄下一集呢 還不就是因為錄完就忘了 I'm sorry 天哪 我真的王八蛋 對不起大家 那沒關係 經過了一年之後呢 我又發覺了更多就是非常品質 這個Amazing的刷具 那我今天就用品牌來區分好了 我不用功能 我就直接用品牌 那首先第一個品牌呢是Zoeva 那Zoeva呢我居然入選了三隻 那從第一隻開始講好了 第一隻呢是這一隻 長得有點奇特的 這隻叫做146 然後它的官方用法叫做 Concealer Perfector 應該是這樣子吧 遮瑕用品 你看它長得特別是斜斜的 如果你喜歡就是在眼下這邊打遮瑕用品的話 這個斜的角度就是 你手就是不用 安捏 就是很輕鬆 你就這樣就可以推你的遮瑕 這樣推你的遮瑕 但是因為我眼下就是比較少上遮瑕產品 如果你要拿來上遮瑕產品 我覺得它會非常好用 但是我個人把它拿來上就是眼睛的打底 我就會這樣打一圈 所以它對我來講非常的順手 非常非常好用 在遇到這一隻刷子之前呢 我上眼皮打底 我都一直是用手 然後直到我遇到它之後 我才找 哇靠 Perfector 我眼睛眼皮打底的另外一半的 soulmate 就是這隻146號 concealer 非常非常好用 然後它的毛呢就是很扎實 卻是剛剛好的扎實度 因為那個眼周的打底呢 質地就是很像 真的說很像遮瑕膏 它是偏比較厚一點點的 甚至是偏有一點點乾 那用這一隻呢 就是可以非常順利的把它鋪平在眼睛周圍 那我之前用手去推的時候呢 可能要點比較多下 甚至是就是還要這樣子 就是這樣把它往外推開 但是用這一隻呢 就非常非常輕鬆的 就是往外推開 這一隻呢 是我個人大力推薦 就是你眼下的遮瑕產品 and就是你眼皮的打底 用它它真的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soulmate 這個斜度 完全perfect match 你知道我們臉的角度 就是你看可以這樣 優雅的上遮瑕 優雅的上遮瑕 好那再來呢 第二隻呢是這一隻是 322 這一隻呢就是畫眉毛的 眉刷呢我真的就是 也是非常難得會遇到這麼好用 讓我一用再用的 因為眉刷就是你做過軟 它會不好雕塑形狀 然後如果它做了就是這一塊 就是過胖過肥的話 你不好去切這一條線 就切旁邊邊緣的線 所以呢要找到一隻夠扁 然後又是軟硬適中 不是過硬 也有我也用過那種粗死人 要戳死人的 然後或是過軟就不好切形的 要夠扁的 然後就是它這個又夠寬 哇這真的是萬中懸疑 因為它這邊就是夠寬的話 你可以畫比較短 你懂嗎 就是你不用就 你就知道就不用畫那麼遠 這一隻拿來沾就是各種 就是眉粉的產品都是 perfect 完全就是非常非常適應各種眉毛的產品 就算你今天用眉筆 欸讓它暈得比較自然一點的話 也是非常非常好暈 我的老天爺啊 Soweva這支三二眉筆 啊再給你們看一下 真的是萬中之選的 真的是有夠好用 而且你看它剛好是做斜的 所以它剛好是符合皮膚的那個斜度 皮膚的曲線 非常非常好用 你看它又夠扁 所以呢你看它可以切這邊這一條 就是或貼這邊下面這邊 就是切得非常非常的剛好 非常非常的卡住那個邊緣的線 這支眉毛的刷子呢是真的很難有可以超越它 它真的太好用了 對然後又評價 那第三支 這支呢Soweva是EE 然後它是蜜粉刷 這支我之前別的影片也有講過了 喔我的天哪 喔這個 怎麼這麼的舒服啊 我的天哪 這支蜜粉刷真的是 所有的弧度到這個毛的鬆軟度 那個粉到你臉上 但是又是軟硬非常適中的那個 喔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完美你知道嗎 這支蜜粉刷真的是有夠有夠好用 而且它大小又很適中 因為有些蜜粉刷很大 所以這種比較細微 末節的地方它就是沒有那麼好進去 但是因為它剛好就是偏扁型 所以你就是很容易可以這樣稍微壓一下 弄這邊啊弄這邊啊 然後 喔 打我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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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那麼舒服 怎麼那麼舒服 請打我巴掌 這支真的超級舒服的 這支呢 真的會讓你的蜜粉產品 就是完全就更上一層樓 就是有夠有夠有夠舒服的 它會讓就是很多 就是市面上的蜜粉刷 顯得非常暗淡 這支蜜粉刷真的是 太棒太棒了 下一個呢是 SOLONE 這支呢是 SOLONE的 腮紅刷 然後F04 這支腮紅刷呢 我可以現在就是刷給你們看 我的老天爺 這支腮紅刷真的是有夠有夠有夠舒服的欸 我個人就是沒有很喜歡就是非常鬆的腮紅刷 因為常常不知道在刷什麼 面積太大 也是覺得很容易就是刷 刷超過 但這支就是完全就剛剛好 而且我就一用到它的時候 我就馬上轉頭給我的化妝師說 喔最近跟你們講 因為我很常就是 拍攝的時候我自己化妝 真的是除非拍廣告 我才是給化妝師畫 或是拍雜誌 不然大部分我的業配 我基本上都是全部自己化了妝 因為這樣子我才可以 最正確的使用到產品 它的就是抓粉就是完全剛好 然後你像剛剛看的好像上去很紅對不對 把它就是這樣推開 就是它的 這一個 我不喜歡很過鬆的腮紅刷 它抓粉就是抓得很鬆散 然後 過小就是我臉那麼大 所以它又要刷很久 過大就是覺得 我又要刷到別的地方 但是這一支就是 完全就perfect剛好 而且它的那個 就是你知道又夠密 就是完全夠密 但是它又是又有 一定的就是鬆散度 不是那種死密型的 你看 這支腮紅刷又超級便宜 你看這樣消光的霧面 質感真的是也有 就覺得 哇靠 這支腮紅刷真的是立作欸 開架的立作 有夠舒服的 跟剛剛那一支 SOEFA的蜜粉酸一樣 就是可以 打我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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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 好舒服 所以這一支腮紅刷算是我勁起來 非常非常驚艷的一支 腮紅刷 下一個是 這一支呢是SIGMA的171 它是highlight diffuser 那就順便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這個highlight呢 你看它其實長的是斜斜的 然後 蠻鬆的 其實這一支我真的是 一開始 也沒有很喜歡它 因為買了就有點不知道怎麼使用 後來 才發現 欸對耶 它拿來打 顴骨的highlight 這邊的highlight 會非常好用 因為你看它這邊切得夠窄 所以你看我刷這邊就會剛剛好 你看這個 就會馬上非常精準的刷到 然後只刷這一條呢 就是會 你看剛剛好就是一個 歐美的 歐美感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它 其實我真的是錯怪它了 它其實被我放在冷光有一陣子 是後來我今年才 真正的懂它 你看上這一條就是 剛剛好 喔 因為它是偏鬆的 鬆的打亮刷 只是這一支我不要特地拿出來講 是因為你看它同時可以打這 所以我等於就是只要拿一支刷子 就可以坐兩個地方這樣 但是因為這種比較大的打亮刷 它就沒有辦法打每一股的地方 那甚至如果 就是夠輕巧的話 你可以用 我直接可以用這邊這樣打 鼻子這邊亮亮的地方 這邊 就是它夠小 所以我覺得這一支算是 真的是很好用 而且夠鬆軟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打亮 是那種爆幹亮型的話 因為它是偏鬆的 所以它一抓起來 就是你放到臉上也不太會失手 因為它就是故意做這種 要鬆不鬆的 所以就算你用到爆幹亮的打亮 它也不會就是一嚇到你臉上 就是 喔唷 這樣太多了 這樣太多了 不 這支真的是非常非常剛好 因為它可以做 很多細微末節的小地方 我覺得很棒 有沒有有沒有 真的是很優秀耶 這支 喔 再來用 這樣這種好刷子都會心情非常好 下一支是 我在蝦皮買的 這支是 好像是韓國大創的粉底刷 然後你看它上面就是Logo都沒有 我忘記多少錢 就是也是大概100左右吧 反正就是你就打韓國大創粉底刷 這支雖然是粉底刷 可是我覺得它拿來刷妝前隔離 或是防曬會爆幹好用 因為它這個材質的粉底刷 它只適合刷那種很水很水的粉底 但是因為我個人很少用 很水很水潤的粉底 因為我個人是油肌嘛 所以我就發現它拿來刷妝前隔離乳 喔我的老天爺啊 有夠好用 它把那個隔離乳的那個量 完全就是刷得非常非常的平滑 然後那個光澤就馬上就透出來 就是我以前擦隔離霜 我都是用我的手抹的 我擦防曬也是用我的手 直到我遇到這一支 我才覺得 哇原來事實上有這麼好用的隔離霜的刷子 把我的臉就刷得好亮好亮喔 那個量是真的跟你用手上會有差別 有時候拍完就是亮度會減低 但是這個就是 哇幫我臉好像刷得很亮欸 突然間皮膚變很好 你今天是乾肌 然後你用非常水潤的粉底液的話 你用它刷之後 你的臉真的爆幹涼 它可以完全顯現出 那個產品原始該有的那個水潤的光澤 有夠有夠優秀 最近出廠率非常非常非常之高 我把它歸類到就是妝前或是防曬 刷防曬的刷子 對 那再來呢再來是 喔這裡也是單獨一位 這個牌叫做GO 不會唸欸 就是淘寶的品牌 這支刷子呢 你可以看到就長這麼的小到鬥雞眼了 對 那它怎麼好用呢 它真的是我目前也覺得很難以取代的 眼線刷 就是你可以用比較濕的眼線筆 然後尤其是適合我們這種內霜的人 你會用濕的眼線筆這樣畫完眼尾之後 畫一條線畫一坨 但是因為你要拉得很尖嘛 那通常我們這種眼睛目光無鬥的人 就是要用眼線沒拉得很尖 就會有點難度 因為我們這邊巷子就非常的狹窄 所以你可以出動這支 你看有多細多窄 然後你就這樣一拉 就是可以拉到就是金字塔頂端那個尖 就是你知道避雷針尖 對 因為眼線就是拉到最尖 那一定要用就是濕潤度高的眼線膠筆 譬如說是Kate啊 或者是UNNY 或是KLIO 這三個牌子都是我很常用的眼線膠筆 因為它們夠濕 你就上眼尾之後 然後把它這樣推推這樣拉出來 因為它是濕的 拉完之後等它乾了之後 就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眼線 那你買這支的話呢 就一定要把這個套子留著 你看我其他都不留套子 只有唯獨這支 是因為它太瘦了 這個你不套套子它一定肯定 你一定肯定胖去 絕對搞丟 所以這支拜託你就買了一條套套子 像打亮刷 我心目中也有別的好用的 貴的打亮刷 或是評價的話也會有其他好用 但是就是它們可能會有批敵的人 但是這支目前我沒有找到一個 這麼窄這麼尖的刷子過 對又這麼小的 所以這支真的是 目前算是很無可取代啦 很優秀的眼線刷 大推就是你眼線要拉很精緻的人 然後再來下一個呢 這叫做Beauty Planet 然後呢這個刷子是219跟096 Beauty Planet這牌子根本根本不存在 就是你找怎麼找都找不到 它就只有在那個蝦瓶麥堂存在 這兩周會一直講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它的原始功能 應該是畫眼睛吧 然後我拿到之後呢 就拿來畫眼睛想說 幹這到底有多難用 這個刷子到底是要多粗糙 是要刷馬桶嗎 還是要刷水槽 到底我把我眼睛要刺死 就是很刺 所以想說幹什麼爛貨啊 然後後來呢我就突發奇想 我想說 這麼粗那該不會就是拿來刷嘴唇剛好吧 好現在有呈現畫好了 因為有習慣框就是唇線 然後再來呢是 很多人會拿眼影的刷子來刷霧面唇彩 對但是我試過非常多眼影的刷子來刷霧面唇彩 最後那個眼影的刷就非常非常容易就是糾結在一起 畢竟霧面唇彩原始上還是濕的 然後沒有想到我就無意間就把這支 這個Beauty Planet 這支是219 比較長型的這219 拿來刷霧面唇彩刷嘴巴 爆 幹 好 用 它這麼粗 放眼睛眼睛要瞎 但是放在嘴巴上 剛剛好 把那個霧面唇彩的霧就是完全刷出來 你今天219就是把嘴巴就是這樣 畫滿之後呢 再用另外一支 你看到另外一支形狀其實不一樣 這支呢是096 因為那個096你看它長的是扁的 然後寬的 219是 是這樣子 所以呢 因為它這個形狀是長這樣 所以它很適合拿來霧的話你 嘴巴旁邊的唇線 就會 很寒 你看到沒有它把外面的那個 往外霧的那個霧的有多霧 這兩支建議你就搭配一起使用 因為這支是圓形的 所以它霧 旁邊的話我覺得 也是可以 但是沒那麼好霧啦 因為是形狀的問題 它是拿來大面積打 用這支扁的霧旁邊 喔 我的老天爺啊 你的嘴唇就會寒到爆炸 然後像我個人又是會在 嘴巴中間 再疊一層 拿出橢圓這一支 再霧一下 有多好看 我的老天爺 我應該第一支介紹這個吧 不然我剛剛一路上嘴巴都數 對不起我真的搞錯了 這兩支真的是完美的 霧面唇釉 霧面唇膏 霧面唇膏 所以我就再買一個這一支 這支也很好 但是因為這支是 走旁邊的路線 所以它接觸到唇釉的那個 量就少 它本身就是會維持比較乾爽 但是呢 就是因為它這麼的粗糙 所以你看它就是 明明已經沾了就是 這麼多的霧面唇采 但它本身就是 還是是這樣暢場的狀態 你懂嗎 不會像就是一般的刷子 它就是會變成 就是這樣 很像很多天沒洗頭 這個刷毛是軟的 但是因為這刷毛真的太粗糙了 這是剛刷的怎麼樣 所以它永遠都會維持這種 就是鬆散的狀態 拿來刷霧面的唇采就是完美 如果我的霧面唇采是 Sigh 這兩支就是Cosigh 對 它們的愛情就是這樣子的 天與地 Sigh與Cosigh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意思 我心中 目前 真的沒有找到 可以跟這兩支 皮底來刷霧面唇采的 但這個刷亮面不適合 先今天講 亮面完全不適合 亮面就用 亮面原本的刷就好了 沒有找到可以皮底的 就是這兩支 喔 晃哥他們聯名 晃哥他們聯名就是 因為還可以更改進 又是可以做更小 你知道 只是可以做更大 晃哥他們聯名 找我聯名好嗎 找我聯名 還是我只好找他們做 就是更完美的唇刷 你沒有人care的嘴唇嗎 還是我個人care 好反正總而言之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下一個 這我已經講過了 就是 就是39元左右的 就是非常好用的 眉刷 那這支眉刷呢 它完全就是 我唯一用過跟它 批定的就是mac 那mac的價錢可能是它的 我不知道幾千多塊吧 這是三四十 這樣是幾倍 送不出來 這個是輕的 很輕 但它就是 畢竟那麼便宜 所以它這邊的質感其實還好 然後字呢 也印的就是醜醜的 無所謂 這是什麼054 但它這邊這一段呢 完全就是 專櫃的水準 我用過的眉刷就是 也是這麼多支 直到這一支 就想說 哇靠 什麼一回事 怎麼這麼好刷 你看如果你就是不小心 懶眉膏用太多的話 用這樣把它刷掉 或是你想把眉毛梳整齊 這樣把它刷一刷 很紮實 它真的是認真的 每一個毛都很密 可以把你的眉毛就梳得 就是很整齊 這支也是我就 曾經大推特推的刷子 然後這三個呢 就是所謂的 雜牌 反正去表現就是 異常的優異 Excellent Perfect Terrific Fabulous Awesome 差不多 沒了 就會 壞單子就這幾個 講完了 以上這十支呢 就是我個人就非常非常熱愛 然後經常就點台他們的 就是評價刷具 也希望你們會喜歡喔 好啦 那喜歡的話訂閱 不喜歡的話 我們下次見囉 Bye